不办日拼选举赖清德非礼台东成立信赖之友后援会 明明已经讲完话 喊完口号了 赖清德在要求拿麦克风这样喊 双戴合体 台湾戴金 这时候的先任立委刘兆豪脸色铁青 除了第一句喊出动算 接下来都是这样 赖昆成 动算 赖昆成 动算 怎么样都是不开口听同志 没有要跟你演团结啦 明星岛虽然确定推派赖昆成参选台东立委 但因为他近期被影射性贫及歧视孕妇问题 之前出选落败的立委刘兆豪可没闲着 两个冤家抢碰头 等待赖清德抵达两人一人站一边 但赖下车直接跟赖昆成握手 似乎没看到英系刘兆豪 倒是他一路紧跟赖的身后 不过不搭紧 刘兆豪登台助讲 可说是拼尽全力 最大混乱才能够活动 赖清德频频鼓掌 但仔细看台下的赖昆成低头滑手机 而民进党表态会主动调查赖昆成 是否歧视孕妇 若属实他会退选吗 有人在运作很明显 已经有人开始在运作这样 希望不要用这种抹黑 不要用抹黑 然后夸张方式来提醒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讲说 那个人是谁吗 干嘛讲呢 去质疑别人是不是 所谓的有心人士 我想这是模糊焦点 因为大家都是非常关心 所有的人应该都被公平的对待 初选是落幕落单 这战火似乎未完待续 TVBS新闻红富华 刘静元刘静婷 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